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 半路转行 投身教育 国难 校难 家难 他永不低头 再创辉煌 教育家张柏林 上级 2015年10月17日 550万字的张柏林全集新书发布会 正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 这是迄今为止 关于张柏林资料收集最完整 最丰富的一套书 为了这套新书 南开大学校长功课亲任主编 及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之力 便查天津市档案馆 近100万字的珍贵档案 随后又沿着当年张柏林的足迹 在北京 上海 四川 重庆 黑龙江等地 乃至美国的相关档案馆 图书馆 搜集了大量档案 图片和文献 在汇集以往已经收集的资料 认真编撰 经过三年的时间 才最终在2015年正式出版 张柏林是南开大学 南开中学 南开小学等南开教育体系的创办者 但他已去世60多年 为什么南开大学 仍要花费如此之大的力量 来搜集出版他的全集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设置组特地来到南开大学 采访了张柏林全集的主编 功课校长 虽然时间过去了 时代发生了很多变化 中国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 但是教育的规律没有变 这个人才成长的规律没有变 所以我们研究张柏林 研究南开早期的成功 他这里头有一些个不朽古的元素 如今走在南开校园 我们依然能随处感受到张柏林的影响 允功允能日心月意的校训 他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思想 他的苦干硬干实干的奋斗精神 他的知行合一 言传身教的道德品行 均是南开取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张柏林的名字 注定要永远与南开连在一起 然而今天的人们大多只知道南开的辉煌与名气 有多少人知道南开的创办者张柏林 原本是一位武人 而在办学过程中 他又是怎样的饱受磨难和非议呢 这是张柏林早年习武的照片 张柏林1876年生于天津 幼年接受的是晚清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但他很是好武 最初的理想并不是从事教育工作 而是希望长大后成为鹦鹉的军人 乃至统帅 张柏林考取了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 北洋水师学堂 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学习近代科学知识 加紧操练海军技能 希望毕业后为国效力 然而就在他刚以航海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 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当时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 父辈受敌 全军覆没 张柏林被迫回家待命 他虽然成为海军的实习军官 却没有用武之地 反而亲身经受了祖国的巨大耻辱 在威海卫 张柏林亲眼看到 在英国和日本的操纵下 威海卫先由日本交还给中国 又被迫租借给了英国 国弱 被人欺 这样的现实 让张柏林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一方面是外国势力的强大 与中国的不断受辱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虽然人口众多 但国人的身体普遍孱弱 各行各业普遍缺乏人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单靠自己 单靠几个武夫 根本无法拯救中国 那么 怎样才能彻底改变被外人欺辱的现状 怎样才能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 作为一个中国人 面对祖国严酷的现实 张柏林该怎么做呢 但是他在认为要想根本改变这些 还是应该从下一代培养起 所以后来同身教育 张柏林始终把教育看得很高 在他的心中就是为了教育救国 非常坚定的教育救国的志向 1898年 张柏林辞去海军职务后 回到天津 很快被思想非常开明 曾担任汉林院编修 贵州学政 学部侍郎的严修 聘为严氏家属的老师 他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当中 开风气之先 以新式教育培养人才 深受严修的赏识 数年后 张柏林与严修一起创办南开中学 在严修的支持下 张柏林担任校长 全面展开他的新教育 他提出了以功和能为核心的教育原则 形成允功允能日心悦意的南开校训 允功就是提倡功心 允能就是提倡能力 日心悦意则提倡创新 以此为核心 南开所有的教学都围绕校训展开 张柏林实际上他的教育在培养南开的学生一个为功的志向 他把个人的发展放在一个为功的事业里去考虑 他为了功要做到最能 学习新事物 创造新事物 其他的学校的校训都很好 但是能够像南开这样 有这么家国情怀 有这么历史穿透感的校训 确实不多 如今的学校 体育锻炼以及体育运动会已非常普及 然而在晚清 这样的活动少之又少 当时中国的学校普遍采取旧式教育 很少有体育课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读死书 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考试 获得功名利禄 然而由海军转行进入教育行业的张柏林 却对体育异常重视 而且大张旗鼓地支持各类运动会 面对当时国人身体普遍孱弱的现状 张柏林一再强调 中国人做最缺者为体育 并提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主张 而且他身体力行 持续不断地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 在民国 张柏林不仅是中国有名的体育校长 还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早在1904年 张柏林便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 美国体育干事口中 得知了奥林匹克运动 1907年10月24日 张柏林首次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 做公开演讲 介绍奥运会的历史和现实 张柏林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 率先将奥林匹克概念向国人传播 并明确提出 中国要参加奥运会 要通过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人 但是张柏林提倡学生加强体育锻炼 却没少遭人误解 守旧的人甚至会骂他误人子弟 但他从来没有退缩 为什么他会对体育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呢 张柏林始终认为中国人 中国有个社会病 比如说人自私 没有团体精神 包括体质弱 等等等等 所以他认为要改造社会 从事新的教育 要有一个完美的人格 也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所以体育就是塑造健康体魄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对张柏林重视体育 他认为西洋的奥林匹克精神 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的一种共同的东西 不分中心 应当拿来打力弘扬 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017年4月的一天 南开大学的学生剧团 正在上演一堂表演课 这样的课程已是司空见惯 不过与往常不同的是 今天排演的节目 与一百多年前南开的第一场话剧 很有关系 1909年南开师生演出第一场话剧 用非所学 使观众吃惊 且谈论纷纷的是 剧里的主角竟由校长张柏林本人亲自扮演 剧本纲目也由张柏林亲自书写 画剧的主角叫贾有志 这位民国时代的海归表面上阳气十足 侃侃而谈 不可一世 而实际上缺乏奋斗精神 在遭遇一些挫折后 很快便从标榜救国的理想青年 蜕变成官场上的跳梁小丑 张柏林就是要用话剧这种当时最新颖 最引人注目的方式 启发师生 提倡务实和奋斗的精神 然而张柏林的这项举措 又受到一些人的攻击 认为堂堂校长竟然扮演小丑 严重地损坏了师道尊严 对此张柏林不予理睬 这是他在面对某些人攻击时 常用的对策 可是当他的学生撰写文章 抨击南开当时的英语教学和欧美式教育 并由此引发南开历史上罕见的教授霸教风波时 张柏林又将有什么样的态度 1924年11月28日 南大周刊发表了一篇轮回教育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南开的学生林恩成 在文中他提出一个教育界不容忽视的现象 很多大学教授都是从美国获得学位后 直接在国内任教的 他们不顾中国的实际 只是照搬照念在美国学习时的笔迹 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同样在走他们这条路 这样不断轮回的教育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 这就是救国吗 他非常鲜明提出问题 这跟救国有什么关系呢 面对来自学生的公开指责 南开教授们非常生气 全体罢教 指责轮回教育侮辱市长 请张校长承办该文作者林恩成 不少人为林恩成担忧 甚至有很多传言 说林恩成已被张校长开除了学籍 事实上 张伯玲根本就没有开除林恩成 反而更加赏识他 数年之后 在张伯玲的推荐和支持下 林恩成担任了东北大学代理校长 也成为很有功绩的教育家 与此同时 张伯玲也借此事反思了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他认识到南开这种完全学习欧美教育 全部用英语教学的方式 非常忽视国文教育 没能将国际先进理念 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 轮回风波之后 张伯玲不断改革 最终以土货化教育 替代了欧美式教育 坚定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理念 将南开教育与解决中国问题 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刚开始是全盘接收 后来发现不行 马上就改 然后提出来 这叫做土货化 要把外国东西拿到中国来 实际上就是这个话 就叫扬为中中 应该说南开学校 是个扬为中中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他说不爱知中国服务中国 那么这个一个学术的宗旨 南开做学术是要了解中国 服务中国在当初的那些 这在当初在上个世纪 二十年代末他提出来的 在中国的教育家里头 如此鲜明 也是这个没有出其诱者 人可以有霉韵 但不可有霉相 越是倒霉 越要面镜发理 一整斜结 让人一看 就有清新 明爽 舒服的感觉 霉韵很快就可以好转 这是南开大学师生们组织的一次活动 他们正在重温和讨论 老校长张伯玲讲过的话语 了解张伯玲一生的事迹 学生们被张伯玲不怕困难 不断奋斗的乐观精神深深感染 难开难开 越难咱越开 这是张伯玲说及 难开经费紧张时的情形 经费的困乏使张伯玲不得不四处化缘 免不了吃很多闭门羹 备受挫折 然而最终 他还是不断地从挫折中站起来 募集到越来越多的资金 从而使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 创下了当时无法复制的奇迹 那么在很多人都处于贫困的乱世 张伯玲何以能得到如此多的支持呢 在1944年当时要弄一个叫 柏林四期奖学金 一共积了六百万大洋 这是当时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就一下子捐了这么多钱 那么我祖父就在纪念会上 然后就讲 咱们能够获得这么多的钱 如果说是为了我张伯玲自己 我想那捐的可能就有限了 为什么能捐这么多钱 就因为我们南开是为了公 我们就是一个字为公 我们全都是为了大家 不是为了个人 南开虽是私利 但私利而不私有 在南开所有的开支都是公开的 张伯玲也总是将所有的钱财 毫无保留地放在教育上 他常对朋友们说 一个教育机构应当总在欠账 并且一个学校的主持人 若到年终在银行的存折上还有余款 他必是一个吝啬人 失去了拿钱办事的机会 张伯玲自己也总是领着非常有限的工资 过着简朴的生活 而这正是张伯玲办私利学校 能得到众人支持的最主要原因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 不少人视他为傻瓜 当他想要创办南开大学的时候 很多人都劝阻他不要再傻干了 有人还直接了当地说 政府的学校都要关门了 这位张伯玲先生有什么本事 却要在这个时候来办个私利大学 其实张伯玲又何尝不知道 前面有着几乎不可能克服的障碍与困难 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办南开大学呢 为什么要办大学呢 因为他们变考世界 就发现就是最后的世界的竞争 一定是人才的竞争 人才的竞争最后就是教育的竞争 教育的竞争最核心的就是大学 中国一定要办大学 1919年南开大学正式成立 与当时北京上海许多私利大学 只办文法科不同的是 南开大学一开始便针对中国的现状 在文科之外设立了中国教育 所欠缺的理科和商科 不久又添设了矿科 南开大学的成立 是张柏林教育事业的重大发展 然而巨大的压力也接踵而来 最艰难的时候 当时呢就是请美国在南开大学 这个投资建一个科学楼 按照这个条件呢 你必须得要 你必须得配一半资金 但是这一半资金就非常简单 大概有几十万大院 我相信那些在中国的办事人员 就会来写这个报告 他们就认为 张柏林当时已经几近崩溃了 好在张柏林的背后 有各方面的力量 南开也一直是在社会各界的捐赠与支持下 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在张柏林为南开大学募捐的时候 社会各界捐什么的都有 有捐银元的还有捐债券的 也有捐煤的 也有捐煤的 南开大学随之进入正轨 南开大学走上正轨以后 张柏林再接再厉 使得南开女子中学 南开小学 经济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等 先后成立 最终形成了大学部 研究部 男中部 女中部 小学部 合而为一 学生总数达三千人的 南开学校体系 在战乱 贫扰的环境中 张柏林靠着傻干和苦干的乐观精神 创办南开学校体系 与一流大学北大清华并肩而立 称得上中国教育界的奇迹 而且由于南开务实的 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 南开的学生 总是被社会特别重视 毕业生非常抢手 他们不仅出现在国内各行各业的重要岗位上 还在美英法等国的一流学校 企业和行业中大展身手 对此 张柏林自己也感到非常满意 但他仍然透着傻气 真诚地教导学生 现在要改造国家社会 非有傻干的人不行 你们人人都要这么嘱咐自己 别看我傻 我干 干出个样子来看 张柏林的傻干精神令人敬佩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当抗战全面爆发时 张柏林创造的南开奇迹 却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南开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张柏林的命运又将会有哪些改变呢